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今天天高海阔讲新闻 我想还是关注一下美中的高层面的会谈 那么今天还有一些后续的新闻 有朋友在这个YouTube上问说 让我讲讲佩洛西最近为什么不嚣张呢 其实我觉得佩洛西最近非常嚣张 为什么我说到很嚣张呢 大家关注一下最近美国国会众议院 在佩洛西的推动之下通过了那个未人民法案 这个法案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我想在全世界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通过这样一部法案 可以说都是令人震惊的 大家如果有功夫的话 去看看这个法案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下个礼拜我会整合一些其他的新闻 来跟大家来看看最近佩洛西在国会做了什么 以及佩洛西为什么这么做 那么今天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美中的高层会谈 因为美中的高层会谈可以说对美国 对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话题 那么这个话题会涉及到美中两国进入的外交关系 怎么发展 拜登上台之后我就预测 拜登肯定会要修复跟中国的关系 因为拜登背后的利益集团一定会推动拜登这样做 但是拜登要想修复跟中国的外交关系 回复到奥巴马年代肯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这次美中的高层会谈让我们看到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 也让我们看到中国的对美外交政策 那么今天有什么后续的新闻值得我们关注呢 首先我们说中方现在对中美双方准备在阿拉斯加举行的高层会谈 并没有给予正面的证实 反过来呢 环球时报有一篇文章 现在被很多中文媒体转载 环球时报这篇文章题目是这样写的 说一觉醒来 美国人怎么这么急发布大消息呢 环球时报这篇的文章里面说 他说美国单方面的发布了中美高层会谈的这个消息 那么首先我们说中方就是中国的外交部 并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个中美双方要举行高层会谈 但是环球时报呢照了这样一个氛围说 你看美国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单方面的公布这个消息呢 这说明美国人十分十分的急于跟中国的高层外交官见面 美国人十分想急于打破目前这种外交困境 想跟中国破冰 所以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啊 试图把美国描述成一个急于跟中国和解这样一个角色 那么中方的外交部为什么没有对这个中美高层会谈给予正面的回应呢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啊 只是告诉媒体说 我现在没有任何信息可以提供给你 到现在我们入节目这一刻为止啊 我还没看到中方有证实中美双方即将要举行这个所谓的外交层面的高层会谈 那么中方为什么对这个中美双方的外交破冰的会谈这么冷淡呢 其实我们知道在川普任期的后期啊 中美双方曾经在夏威夷举行过一次外交会谈 那么那时候外交会谈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解决中美外交关系当中的一些矛盾 当然那个会谈失败了 蓬佩奥态度十分强硬 中国的外事办委员会的主任杨洁篪态度也十分强硬 所以那次会谈呢是无果而终 那么这次中方啊连证实这次会谈的兴趣都没有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啊 美国政府对这次中美双方的高层面的外交会谈并没有释出善意 当然这个善意是在中方的角度来说 美方没有释出善意 为什么美方没有释出善意呢 本来嘛两个国家如果有正常外交关系的话出现了一些外交矛盾 美方啊完全没有释出善意不但没有释出善意 并且最近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 在很多场合讲一些中方听起来肯定非常愤怒的话 比如说布林肯在参加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会议上啊 来自我们南加州的国会众议员Yang Kim金颖玉 是一位含义的国会众议员 他在会上就要求美国政府要帮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加入一些国际组织 并且呢要邀请台湾参加民主峰会 呃在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会议上 布林肯直接的告诉美国国会的众议员 他说这些所谓的帮助台湾加入国际社会的要求 美国这一届政府是肯定会做的 那么如果美国政府肯定要帮助台湾加入一些国际组织的话 这对中方来说当然完全没有任何善意 并且恶意满满 如果两个国家高层外交官准备举行会谈 要破兵要解决两国之间的外交矛盾 而在这个会议之前呢 美国主管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国务卿又讲出这样一番话 那么在中国看来当然是令中国政府十分愤怒的 所以除了这个台湾问题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横在中美之间要解决 比如说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很快又会成为一个热点 因为在中国刚刚举行了这个全国人大的会议 在这个全国人大的会议上 通过对香港的选举的相关法律进行修改 那么这个法律修改之后 未来香港的民主派想在选举当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占据多数的席位 恐怕更加不可能了 那么香港的这个前立法会主席范徐利泰 更加在这个接受访问的时候 讲到这样一番观点 他说中国所说的这个一国两制 只说的是经济层面上的一国两制 就是经济制度 香港可以跟中国有不一样制度 但是政治制度完全只有一个制度 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正确的解释了一国两制呢 我想各有各的看法 但是在美国看来 这肯定是严重破坏了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严重破坏了香港的一国两制 那么美国肯定在今后 在香港的民主选举问题上 在香港的人权问题上 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 那么我们也可以预见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参议院 接下来可能都会通过相关的一些 针对香港的这个民主人权的法案 可能也会有更多的香港或者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 受到美国的制裁 在这种氛围下 美中两国的高级外交官的会面 怎么可能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氛围 怎么可能很容易达到破冰的目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 目前中国外交部 中国政府对所谓中美两国准备在阿拉斯加见面 这个事情啊 一直态度十分冷淡 连证实一下都不愿意证实 那么这个界面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我觉得还是能成的 因为现在美中两国外交关系破冰啊 除了美国政府有需求 就是拜登要向支持他选举的背后利益团体交代之外 其实中国的经济状况啊 也希望跟美国在外交层面上 在经济层面上有更多的合作 少一点对立 这点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 现在拜登政府想要跟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啊 完全是一种偷偷摸摸的行为 做起来不是那么光明正大 那么因为在美国现在 无论是民间的氛围 还是在美国国会 还是在华盛顿官僚体系的氛围啊 都对中国不太友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拜登想要破冰 想要让中美的外交关系 恢复到奥巴马年代 困难重重 所以这个布林肯在证实了 中美双方的外交官 马上要准备这个高层会谈座 布林肯还加了一个尾巴 说这不是一个战略对话 所谓的不是战略对话 就是这次对话 不会彻底改变美中双方的外交的这个局面 也不会完全解决双方所面临的矛盾 那么并且布林肯还加了一句说 除了这次会谈之外 目前没有打算 接下来有一系列的后续的交往 换句话来说 这次会谈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双方交换意见 而这个交换意见 很可能又是像过去一样各说各话 其实拜登上台之后 布林肯已经跟这个中国的外事委员会的主任杨洁篪通过电话了 这次通电话 不要说两个人在这个表述各自观点的时候有十分大的差异 连双方的这个媒体报道 报道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 还是那个结论就是双方各说各话 那么布林肯等一众美国官员 除了在这个中美双方高层会谈之前讲了一系列令中方不愉快的话之外 其实我们看美国政府在行动上肯定也会令到中方不愉快 昨天我们也提到过了 拜登准备在今天有一个四国峰会 跟这个澳大利亚印度还有日本这个三国领导人有个峰会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四国峰会 他当初建立的时候目的就是要为了围堵中国的 那么现在拜登如果把这三个国家再叫过来开一个峰会 我想内容也不过如此 昨天我们也讲过了 拜登本来想团结欧盟来一起对抗中国所谓的崛起 对抗中国的竞争 但是欧盟根本就不理拜登 特别是德法两国 多次表输了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跟美国站在一起 那么所以拜登只好又回到川普的路线 找这三个国家来个四国峰会 那么这个所谓的四国峰会的目的既然这么明显 中国政府会高兴吗 肯定也不会高兴 除了这个四国峰会之外 布林肯还有美国的国防部长还要访问日韩 日韩两个国家都是美国有驻军的地方 那么这个访问的目的也是很明显的 那么再有一个 到底这次这个中美双方高层外交官会谈的地点 选在阿拉斯加是什么目的 什么意思呢 他显示这种什么信息呢 也是有不同的解读的 有什么不同解读呢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讲的是美中双方的这个高层会谈 中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这次会谈 而这个环球时报呢 发表了文章说 一觉醒来 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急发布这个大消息呢 这个大消息是加了一个引号的 所以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啊 想说明一件事 就是美国急于要跟中国谈判 我们知道美中两国有很大的外交矛盾 特别是在川普执政四年啊 美中两国可以说成了两个实质上敌对的国家 那么现在拜登上台要改变这个敌对 要修复跟中国的外交关系 这是拜登十分想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知道两个国家 如果有非常尖锐 非常激烈的外交矛盾啊 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做呢 当然首先是坐下来谈 但是谈的关键呢 是双方都要让步都要妥协 那么现在美中双方能够互相让步 互相妥协吗 我们先来看 现在这个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啊 就是想造这样一种氛围 说美方急于跟中国谈判 所以中国呢 并不太急于跟美国在外交上破冰 那么这个谈判的地点呢 现在也被很多媒体拿来做文章 很多媒体说 为什么这次美中双方的高级外交官员的会谈 要放在阿拉斯加呢 有一些中文媒体是这样解释的 说这个美国官员从华盛顿飞到阿拉斯加 是非常遥远的 而中国官员从北京飞到阿拉斯加呢 也是非常遥远的 所以要把它放在阿拉斯加 那么这样呢 可以显示双方是平等的 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我觉得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误解 或者是一种刻意的误解 为什么说是误解呢 首先我们说 如果要显示两国的这个外交会谈 是公平的 应该在第三国 比如说川普跟金正恩 我们知道北韩跟美国一向是个敌对的国家 现在这两个敌对的国家的领导人 要坐下来 要进行外交谈判 试图破冰 在哪里会谈呢 既不能在你的国家 也不能在我的国家 因为无论选择在你的国家 还是在我的国家 都会让有一方获得了外交上的优势 所以要选在一个第三方谈判 比如说川金会第一次是在新加坡 第二次是在越南 第三次呢 川普干脆就跨过了三八线 到了这个北韩 那么北韩的领袖金正恩呢 也跨过三八线 到了这个南韩 所以这是一种外交平等的表示 那么如果中美双方 这次的所谓的破冰的会谈 要体现平等的话 应该在第三方 但是美中双方两个国家 毕竟是有正常的外交关系的 虽然两个国家 在川普政府年代十分对立 但是真是还没有到了 公开敌对这种状况 那么所以这次外交谈判 无论是在中国 在美国 其实影响都并不大 但是现在会谈的地点定在了美国 说明美国在外交上 获得了外交优势 那么是不是要刻意找一个 双方从首都出发 都很远的地方 所以这样才能显示对等呢 其实也不是 昨天我们讲过了 如果这次中美双方的 高级外交官会谈 能够成功的话 是在阿拉斯加的安克拉治 那么这里特别讲 有朋友在优势上提醒说 这个地方也可以叫安克雷奇 其实我们知道 在我们华人圈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方言 有台语 有粤语 有上海话 有这个国语 那么不同的音音 在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使用 反正大家知道 是阿拉斯加的一个城市就好了 这个安克拉治 其实我昨天讲过了 是我们从北美 如果坐飞机回亚洲的话 经常航线要经过一方 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从北美回亚洲 并不是直接飞越太平洋 而是走到这个阿拉斯加 更靠北的地方 所以要经过这个安克拉治 安克拉治 既然是从美国去亚洲 一个逼经之地 那么这次美国安排在这里谈判 其实有它的用意的 因为其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跟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本来就有一个亚洲访问的形成 刚才我们讲的是 访问日本跟访问韩国 正好呢 他从日本跟韩国访问结束之后 回来经过这个安克拉治 就在那里停留 而当天就是预定中 跟中国的外长王毅 以及外事委员会的主任杨洁 是会面的地方 那么美方做出这样的动作 很简单 就是想告诉世界 一个这样的信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等到亚洲访问回土美国的时候 经过了这个安克拉治 然后就在安克拉治 等待一位上门拜访的朋友 那么这样 美国肯定就在外交上占有优势了 我想这也是中方不满的地方 不过现在中美双方 到底谁更需要破冰会谈呢 其实我觉得双方都有同等的需求 拜登其实在这方面呢 压力是非常大的 如果他不能够迅速跟中国 修复外交关系 不能够像欧盟一样 在中国获得经济利益的话 他背后的利益集团 包括民主党内的一些政治人物 肯定会认为拜登无能 那么所以现在 这是中美的外交高层的会面 对拜登来说 对中国政府来说 同样重要 只不过中国政府 现在看到拜登政府 在会面之前 还有这么多言行 不符合中国的价值观 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那么所以中国外交部 因此对这个会谈 表现出非常冷淡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个会谈还是能够成型的 因为毕竟双方都有需求 讲到拜登的对华政策 除了我们看到美中双方 一直在试图在外交层面 破冰之外 拜登的外交政策 对中国有影响的 就是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 我们知道民主党政府 跟共和党政府 对俄罗斯的问题 是完全不一样的 民主党政府 把俄罗斯 视作美国的仇敌 那么一定要在 这个国际空间 打压俄罗斯 而共和党政府 特别是拜登政府认为 其实我们跟俄罗斯 是有合作地方的 但是这里边 对于对华政策来说 最大的区别是 川普政府因为对俄罗斯 还是有一定的谈判空间 态度还是比较友善 这也是民主党一直说 川普跟这个普京 有勾结的一个口识 但是啊 美国在这个川普政府期间 对俄罗斯这个外交态度 令到在这个国际事务上 特别是美中两国 发生冲突的时候 俄罗斯一般都是袖手旁观 但是现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把俄罗斯视作首要的敌人 把中国视为首要的竞争对手 这种外交政策 就把俄罗斯推到了中国的一边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俄罗斯 跟中国的合作越来越密切 中国的外长王毅 在这个人大的这个记者会上 就直接说 中俄的这个同盟关系 是十分坚定的 确实现在俄罗斯 伊朗 中国经常会举行一些联合军演 在二月份 中国俄罗斯 伊朗就在海湾地区啊 进行了联合军演 那么这种联合军演 无疑是一种初期军事同盟的表现 所以其实拜登的对华政策 也受到拜登的这个 对俄政策的影响 因为拜登把这个俄罗斯 推向了中国的一边 让中国跟俄罗斯 成为一个军事同盟的话 那么中国对抗美国的底气 当然就越来越足了 如果对美国的外交底气 越来越足 而美国又经常做一些 令中国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美中两国的外交破冰 甚至说要回复到 奥巴马年代 克林顿年代 美中外交关系的蜜月期啊 对于拜登来说 当然是压力三大的 其实拜登的对华政策 目前我们还没有 很清晰的看到 拜登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来解决美中之间的矛盾 让美国既可以在经济上 在气候问题上 在对抗这个新冠肺炎疫情上 跟中国合作 让美国得到实际的利益 又可以防止中国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上综合国力 最强大的国家 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 拜登的对华政策 我觉得不会拖太久 因为现在拜登上台不到两个月 他还有空间 把他的对华政策模糊 还可以通过什么 100天的评估啊 来拖延时间 希望大家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 好让他静悄悄的改变 跟中国的外交关系 但是毕竟拜登上台快两个月了 我们知道美国总统上台 都有一个100天的蜜月期 如果三个月之后 甚至半年之后 拜登的外交政策 特别对华政策 还不能取得什么成就的话 那么我想对拜登的执政的威望 肯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除了对华政策之外 拜登另外一个外交政策的重点 就是美国的中东政策 同样也会影响拜登的市政 最近拜登在这个中东的外交政策上 可以说表现的 比拜登的对华政策更加混乱 为什么说拜登的中东政策更加混乱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经文 今天我们聊的是 美中双方即将举行的高层会谈 而拜登现在的对华政策 还是模模糊糊 所以现在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 令到这次外交会谈的氛围并不是那么愉快 那么在不愉快的氛围之下 我们还能指望这样的会谈 真是能够达到让美中双方外交关系破冰吗 其实跟这个拜登的对华政策相比 拜登的中东政策更加混乱 为什么说拜登的中东政策更加混乱呢 拜登现在在中东的外交政策上有两个要点 一个就是重回伊朗的核协议 这是拜登在竞选的时候就已经承诺的 因为川普退出了伊朗的核协议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美军要不要在中东撤军 这也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点 首先美国要不要从中东撤军 拜登政府跟川普政府是有区别的 川普政府年代 川普说美军应该全部回家 我们为什么要在海外打一些 很无谓的花费财力这么大的 要牺牲美军士兵的战争呢 所以美军应该从阿富汗撤军 从伊拉克撤军 从叙利亚撤军 拜登上台之后认为川普这个政策不对 所以拜登反对撤军 但是现在拜登觉得还是要从阿富汗撤军 那么叙利亚撤不撤军令说 但是最起码从阿富汗撤军 为了要从阿富汗撤军 拜登政府最近做了一个 惊天地弃鬼神的外交政策 这个外交政策是什么呢 拜登政府主张让阿富汗的塔利班重新掌权 塔利班是个什么组织 我想大家关心国际时事的都十分清楚了 塔利班我们不能说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恐怖组织 但是塔利班无论是不是恐怖组织 没有人否认塔利班是一个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 塔利班在阿富汗执政的时候 推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就是所谓的极端主义 可以说政策十分极端 包括把阿富汗的一些历史古迹 比如说一些佛像什么 通通都炸毁了 凡是只要不是符合伊斯兰教义的 所有的宗教文化 全部都要销毁 这就是塔利班 塔利班跟美国过去肯定是敌对的 塔利班跟美国为什么敌对呢 这里面要讲清楚的是塔利班 其实他们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在美国或者没有在阿富汗以外的地区 发动一些恐怖袭击 塔利班经常会在阿富汗国内发动很多恐怖袭击 但是塔利班这个组织非常奇怪 它没有在这个国际上 没有在美国发动恐怖袭击 但是塔利班支持了两个美国最痛恨的恐怖组织 一个叫基地组织 一个叫伊斯兰国 基地组织当初在美国策动911的时候 就有很多基地组织的成员 是通过阿富汗然后再转道进入美国的 所以美国认定塔利班是恐怖主义组织的支持者 过去在这个反恐战争当中 美国都把矛头指向塔利班 塔利班曾经是阿富汗的一个合法的政权 那么当然这个合法政权西方社会是不承认的 后来塔利班又被阿富汗北方的军阀武装推翻了 后来阿富汗实行了这个民主选举 所以现在的阿富汗的政府是民选出来的 那么美国为了要实现从阿富汗撤军 就必须要跟塔利班谈判 这是在川普政府年代就已经做的事情了 那么川普对塔利班开出条件是什么呢 第一是塔利班不再支持恐怖活动 第二是塔利班不再撤动恐怖活动 第三现在的阿富汗民选政府 要接纳塔利班成为一个正常的政党 塔利班可以参与阿富汗的民主选举 也可以在民主选举当中获得自己的席位 甚至获得自己的政权 这是当时川普开给塔利班的条件 那么美国跟塔利班的谈判 应该说进展的不错 但是在进展的不错 双方已经签订了若干协议之后 川普的政府下台了 拜登上台了 拜登上台之后 可以说现在彻底改变了 川普政府当初跟塔利班谈判的一些要点 改变了什么要点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现在拜登居然要求阿富汗的民选政府 要接纳塔利班 要让塔利班成为阿富汗政府的实际掌控人 现任的国务卿布林肯 写了一封信给现在阿富汗的民选政府说 你们现在跟塔利班的谈判要尽快了 因为美军在五月就一定要撤出 如果你们跟塔利班的谈判没有成果的话 美军撤出 你们将会面临被塔利班夺权的危险 布林肯很明显 想给现在的阿富汗民选政府施加压力 要他们接纳塔利班成为政府的一员 那么布林肯给阿富汗现在的民选政府 开出的条件是什么呢 这个条件是塔利班要加入政府 塔利班在政府当中要获得50%的代表权 我们知道通常无论是公司 还是在国会当中多数代表议席 超过51%的话就有非常大的话语权 而塔利班如果在阿富汗政府里面 有50%的话语权的话 虽然他不能决定一切事情 但是他可以反对一切事情 这就令到阿富汗民选政府 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现在阿富汗的政府 我们刚讲是个民选政府 是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来的 这个民主选举成不成熟完不完善 那是一回事 但是它是形式上是由选民选出来的 而现在美国为了实现自己从阿富汗撤军 就要把一个过去的恐怖组织 最起码它在阿富汗是一个恐怖组织 是一个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 把这整个组织塞进民选政府里面 并且让它控制50%的表决权 这对塔利班来说 当然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献品 那是对民选政府来说 是一个非常难接受的条件 那么除了要求塔利班要在这个政府里面 占有50%的表决权之外 塔利班代表还能够加入一个新的阿富汗军事组织 那么实际上这个做法是让塔利班加入了阿富汗的安全部队 本身是恐怖主义组织 本身就是强盗 现在却变成了警察 大家可以预想一下 塔利班如果加入现在阿富汗政府 阿富汗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拜登政府为了逼迫阿富汗民选政府接受条件 所以就有了我们刚刚讲的布林肯 写给阿富汗总统加尼的那封信 那么这封信发出之后 就引起了阿富汗先政府的强烈反弹 并且这封信里面还提了一个条件 说土耳其将会主办一次峰会 这个峰会要让塔利班跟阿富汗先政府达成一个协议 其实这是完全推翻了川普政府对塔利班 以及阿富汗政府的承诺 那么如果让土耳其主导塔利班跟阿富汗政府和谈 并且最终达成协议的话 那么未来土耳其一定会取代美国在阿富汗的影响力 我们知道土耳其也是个伊斯兰国家 而土耳其的现任总统阿尔多安 是一个大土耳其主义的奉行者 他希望土耳其在中东能够成为领袖 那么拜登同样也给土耳其送了一份大礼 那么阿富汗的现总统加尼怎么回应布林肯呢 加尼在会见美国驻阿富汗的特使的时候 就直接说 他说阿富汗从现在开始 以后任何新政府都是必须由阿富汗选民决定的 而不是外国势力选出的 而阿富汗的副总统讲得更加直接 他说美国只有权决定 现在还驻扎在阿富汗美军的命运 没有钱决定阿富汗3500万人民的命运 我们看这就是拜登的阿富汗政策 如果让塔利班回到阿富汗政府 塔利班本身是个军事组织 而现在的阿富汗政府是个民选的政府 一个民选的政府跟一个军事组织去对抗 那么未来谁负谁胜 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 如果让塔利班重新掌握了阿富汗的话 塔利班根据他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塔利班政府会成为美国的朋友吗 如果塔利班继续推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就是激进的伊斯兰主义 那么塔利班如果未来再纵容一些恐怖组织 在阿富汗扎根 或者塔利班本身就变成一个对外 对美国发动恐怖主义的一样一个组织 美国还要出多少兵才能平定阿富汗的内乱呢 拜登的这个阿富汗政策 可以说糊涂到家了 塔利班是个什么组织 我想全球都知道 塔利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就是恐怖主义的温床 而现在美国却要逼迫阿富汗的民选政府 让一个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 重新控制阿富汗的这个政权 那么美国今后在中东 恐怕就会有更多的战争了 除了阿富汗政策之外 拜登在中东的另外一个政策核心 当然就是重返伊朗的核协议 我们知道伊朗的核协议 是在奥巴马年代签订的 拜登当然也是奥巴马政府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所以拜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也参与了这个伊朗的核协议 川普上台之后认为伊朗的核协议 根本就不能够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 而在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 伊朗确实也以行动告诉全世界 其实只要他们愿意 以他们现在的能力 可以随时做出核武器 只不过提炼浓缩油需要时间 那么如果要把这个核武器 把原子弹的核弹头搭载在中程导弹上 伊朗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如此而已 但是假以时日 伊朗肯定会成为一个 拥有中程导弹跟核武器并存的国家 那么这对整个中东的和平 一定是个非常大的威胁 因为伊朗在中东 有一个最主要的敌人叫以色列 其实除了以色列之外 伊朗本身跟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也是敌对的 特别跟沙特所领导的联军 也是敌对的 那么拜登不顾盟友的反对 要重返伊朗核协议 那么拜登的这个善意 伊朗又是怎么看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拜登的外交政策 那么拜登的外交政策 有个重点 就是中东政策 而中东政策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从阿富汗撤军 那么上一节我们讲了 拜登现在的阿富汗政策 就是引狼入死 把这个塔利班 重新塞进到阿富汗的民选政府里面 并且让他们有相当大的控制权 拜登另外一个政策重点 就是伊朗的核协议 拜登在竞选的时候 就说要重返伊朗核协议 因为这个伊朗核协议 本身就是他跟奥巴马两个人的作品 所以现在拜登上任之后 真的要重回伊朗核协议了 那么拜登如果要重回伊朗核协议的话 一定会对美国在中东的盟友 比如说以色列 比如说沙特 造成非常大的威胁 所以这两个国家是极端反对美国 重返伊朗核协议的 问题 拜登重返伊朗核协议的道路 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那么谁给拜登设置障碍呢 恰恰就是伊朗 拜登以为自己重返伊朗核协议 伊朗会举双手赞成 伊朗确实是赞成 但是伊朗开出了条件 其实拜登也有条件 拜登开始说要重返伊朗核协议 后来他又说我们重返之后 希望伊朗能够重新谈判 因为其实全球都知道 这个所谓的伊朗核协议 根本在实际上没有约束伊朗发展核武器 那么所以拜登说我先回去 回去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是不是再谈一谈 修改一些条款 而伊朗对拜登的态度呢 回应非常清晰 如果你要重回伊朗的核协议 首先你要解除美国政府 对伊朗的制裁 因为当初川普退出了伊朗核协议 因为伊朗继续发展核武器 所以川普实施了很多 对伊朗的制裁措施 令到伊朗的经济发展 跟军事发展举步维艰 所以现在拜登说要重回伊朗核协议 伊朗开出了价码 就是你首先取消了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你才谈回伊朗的核协议 拜登真是一盆冷水泼到头上 他本来以为回伊朗核协议 是可以令到伊朗高兴 德国高兴 法国高兴 中国高兴 俄罗斯也高兴 谁知道伊朗根本就不鸟美国 伊朗说你重回核协议 先把所有的制裁措施解除了 其实拜登本来想用一个巧妙的办法 来实际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就是美国准备跟伊朗交换人质 因为其实美国有很多人质在伊朗手上 在伊朗生活着很多有双重国籍的人 比如说有伊朗跟美国的双重国籍 有伊朗跟英国的双重国籍 这些伊朗的侨民 一旦从外国回到伊朗 伊朗政府就可以把他们扣起来 说你在帮助美国政府收集情报 这些人一旦被伊朗政府扣押之后 就成了人质 那么就用来跟各国交换利益 其实过去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 都曾经暗地里付钱 让伊朗放人 美国政府秉持不跟恐怖分子交易 这样的原则 所以到现在还有十几个拥有双重国籍的美国人 现在被伊朗扣押 那么拜登政府本来想伊朗放几个人质 然后美国相应的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那么这令双方可以往前迈一步 接下来再重回伊朗和协议 再解除制裁 谁知道伊朗的态度非常强硬 只要美国不解除这个制裁 伊朗就不会重回和协议 本来美国想主导一个叫P5加1的会议 所谓P5加1就还是伊朗和协议的六个国家 坐下来要重新谈美国重回伊朗和协议 但是所有国家都到了 有一个关键国家没有出现 这国家叫伊朗 美国事后也只好说 对伊朗没有参加P5加1的会议 感到遗憾 伊朗为什么敢于对美国这么强硬呢 其实伊朗就是看穿了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 软弱混乱 因为拜登现在要重回伊朗和协议 重点是要讨好德法两国 讨好德法两国的目的 当然是拜登所鼓吹的美国又回来了 又要跟过去的盟友联合起来 一起处理国际事务了 但是伊朗看穿了这一条 就是不让你拜登的目的得逞 所以伊朗就是不想让拜登这么轻易的得逞 伊朗要给美国开出更高的价码 因为一个软弱的政府 你不给他开出更高的价码的话 那只是你笨蛋而已 伊朗敢于这么强硬 拜登现在完全没有任何办法 所以现在拜登所谓重回伊朗和协议这个计划 就停留在半空动不了了 以此同时 拜登的中东外交政策还让美国过去的一些盟友 跟美国越走越远 我们刚讲了 如果美国重回伊朗和协议 以色列是表达强烈的反对的 沙特也是表达强烈的反对的 只不过以色列作为这样小国 没有美国的支持 以色列很难在中东立足 所以以色列不满归不满 但是没有什么行动 沙特就不一样了 沙特其实传统上跟美国是盟友 川普访问沙特 一下子就卖了一大笔军火 本来可以让美国的军火商赚一大笔 但是现在拜登为了他的中东外交政策 为了讨好伊朗 找了一个理由 把美国本来答应卖给沙特的武器 给先停了下来 这个所谓的停了下来 无非想向沙特施加一些压力 我想最终这些武器还是会卖给沙特的 拜登想向沙特施加什么压力呢 因为沙特在中东有另外一个敌人 叫胡塞武装 这个胡塞武装是伊朗支持的 伊朗在这个中东 支持两个民营组织 一个是胡塞武装组织 还有一个就是伊拉克的民营组织 支持这两个武装组织 胡塞武装的矛头目标 是针对的沙特阿拉伯 经常用这个无人机攻击沙特的一些石油设施 而伊朗支持的这个伊拉克民兵呢 现在生活在这个叙利亚北部 而伊拉克的民兵攻击的目标 就是美军的基地了 所以前不久 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又发射导弹 攻击了美军在伊拉克的一个军事基地 令到一些美军受伤 一个美军的承包商在这个袭击当中死亡 所以不久之后 美军就在这个叙利亚北部发动了 对这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 有意思是啊 这次袭击发生之后 美国有媒体报道说 拜登事前对这个空袭啊 根本就不知道 过去我们通过2020的选举 我们经常讲一个话题 就是美国的官僚体系 其实美国的官僚体系啊 有时候根本不把总统放在眼里边 比如说这次对这个伊拉克民兵的这个空袭 到底拜登知不知道呢 有美国媒体报道说拜登不知道 但是白宫很快反应过来说 这次空袭是经过拜登批准的 其实美国总统作为三军总司令 军方的一切行动 当然是要经过总司令的批准 这是不要特别说明的 拜登为什么要特别说明呢 所以我真是很怀疑 这次对这个伊拉克民兵的空袭啊 拜登是不是真是事前之道 无论怎么说 现在拜登的中东政策 出现了非常大的矛盾 想回伊朗核协议 回不去 伊朗根本就对美国的回核协议态度 十分冷淡 给美国开出了非常高的条件 而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 又不断发动对美国盟友 甚至对美军基地的这个空袭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跟伊朗还有多少机会 能够坐下来重弹伊朗核协议呢 拜登如果不能重回伊朗核协议的话 又搞坏了跟这个美国盟友 沙特阿拉伯的外交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拜登的中东政策会令到中东和平吗 本来在川普政府年代 以色列已经跟周边几个阿拉伯国家 开始了这个正常的外交关系 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啊 中东肯定会更和平 整个中东 整个海湾地区 就会把伊朗孤立起来 一个孤立的伊朗 当然不可能在这个地区 影响美国的利益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伊朗对美国强硬的外交态度 看到胡塞武装 以及伊拉克民兵 对美国对沙特的袭击 我们就可以知道 伊朗在这个时候 在外交上对美国的态度 已经越来越强硬了 而这种强硬 恰恰就是因为拜登政府的软弱 所造成的 所以我们无论看拜登的对华政策 还是看拜登的这个中东政策 我还是那句话 前头矛盾 左右摇摆 混用无能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 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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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订阅